我把它采出来 好 你会发现这个 这应该不知道是什么面包 后面这个背景 其实感觉好像有点浮在一起 这时候你就可以利用 我们的特效里面 说了一种这个部分 让它把背景的威胁的程度 稍微减少一点点 好 我往上提 那你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这个面包是有点斜度的 这时候就可以利用这个部分 稍微把你的对焦移动一下 好 我把它的清楚的范围 加大一点点 加大一点点 我希望我背景的部分 模糊的程度比较高一点点 好 那饱和度的话 让它淡一点好了 这时候我就可以按下确定 来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原本的照片 因为照片长成这样 那我做了一次裁切之后 再做一次数位移走之后 你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 大光圈的一个效果了 这个是数位移走呢 它的一个使用的一个方式 好 另外一个呢 还有一个数位按角 后置按角 这个后置按角呢 本来是为了要做ROMO来做的 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啦 你可以利用数位后置按角 来做的效果还挺多的 那我先利用这个小女生 其实这个小女生 年纪也不大 不小了 等一下是这样子 先示范一下就是 你在数位后置按角里面 怎么样去做 特效里面 下面特效 这边有一个叫后置按角 那我们在做后置按角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一下 为什么选这张照片呢 因为你在调整的时候呢 会因为你调整的不同 而呈现不一样的效果 比如说呢 你如果调整像这样子 然后呢 按一点 这个叫有点偷窥的望远镜 有没有 那如果说呢 你的余画并远呢 稍微 亮一点的话呢 这个也更像偷窥啦 那我们在做这个按角的时候呢 就看一下你的呈现的气氛呢 是想要 怎么样子的一个气氛 那我通常的习惯是这样 我比较喜欢使用矩形的工具 透过这个矩形的工具呢 你稍微呢 在边缘的这个部分呢 稍微框一下 好 你框一下之后呢 其实在上面呢 它就会 大概框这样 在周围这个边缘这个地方呢 你待会要不要稍微设定一下 我让它的里面画并远呢 再多一点点啊 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周围呢 就会有类似按角的一个部分发生 那矩形工具比较好用的原因是因为呢 它比较接近Normal的效果 好 那另外一个做Normal的效果的话 你就要使用到我们的时光机的滤镜了 在特效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时光机的滤镜 这个滤镜呢 蛮不错的 不过呢 我还是要推荐大家 在我们新的滤镜里面 NIK滤镜里面呢 它的变化呢 是比较多的 我找了 这张照片 这个呢 是手机拍的 手机拍的照片 现在画质不是很好 画质不是很好 那你不要把它丢掉 在特效里面呢 它就装了一个叫做NIK的滤镜 那这个滤镜是这样 它使用的方式呢 很简单 左手边这边呢 就是滤镜的一个范例 滤镜的范例 它滤镜的范例还不少 如果说呢 你怕你的喜欢的一个滤镜呢 下一次要找的话 不好找到的话 旁边这边呢 有一个新字号 这个新字号呢 就是把现在这个滤镜呢 先加到我的最爱里面 这个地方 我点一下这里 在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 你曾经喜欢的一个滤镜呢 你只要标好的时候呢 在这个地方就可以呈现 你再找滤镜就比较简单了 那我现在把它做一个 正面复充的一个效果 你看我没有做涂层 我不需要拉曲线 右手边这个地方呢 还有额外的样式 让你做选择 那挑一下这个 其实我一直很喜欢 这样子的感觉 颜色淡淡的喔 然后呢 看起来不是这么鲜艳 好 按下确定 好 这个呢 是我们调整之前 这个呢 是调整之后 这个是利用我们 iK的滤镜去做的 那它界面上面呢 其实还有一些功能呢 需要跟大家做介绍 那这几个功能呢 你在做一个预计的一个储存的话呢 是很实用的喔 有些时候呢 你在做那个参数的调整的时候啦 我选择一个好了 我先做一个 好 这个好了 好 你在上面呢 可能有些时候呢 你会做调整 做一个参数的一个调整 然后这些参数你调整完成之后呢 你会发现 哇 我很喜欢这个参数 那你就可以利用 这边有一个叫做 自定预计预设计 这个地方呢 可以把你目前的参数呢 记起来 好 比如说我设一个123好了 那它的好处在 因为有些时候 我突然调到你喜欢的 可是呢 找不到地方储存的时候呢 下次还想用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把它存下来 好 我现在呢 随便找一张照片 然后呢 我透用一下 刚刚的一个滤镜效果 好 比如说这一张好了 一样呢 我们在特效这个地方呢 NIK的滤镜 然后我找到呢 刚刚的一个 底下这边就会有 大家发现这边有一个123 123呢 是我刚刚做设定的一个部分 我只要呢 下次需要同样的效果 点它一下就可以了 在这边会有四组 会有四组 那如果说呢 你调整 好像乱掉了 你也不用担心 这边有一个预设呢 就会恢复到原始的一个预设值 好 那关于这个界面呢 等一下我们的老师呢 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你什么样的场合呢 需要用到这些的滤镜的一个效果 好 感觉实际上不太够 超过很多了 那呢 利用五十分钟的时间呢 把全新的一个 Pedro Forer 十四版本 它所列举 比较呢 特殊的一个新的功能呢 介绍给大家 呃 希望大家呢 就是利用拿了软体之后呢 可以回去试试看 尤其我真的很推荐这个滤镜 因为它真的很方便 好 那我们掌声鼓励 谢谢Vicky老师 第一段精彩的介绍 谢谢 好